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从小我是学过舞蹈 然后习惯性地在站着或是坐的时候 我就会吸气 这样长久以往 我就没有救生圈的这种烦恼 说到A41我也有 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整体偏瘦 然后有A41 我认为每副还得加一条 就是你要有这个马甲线 女生不就是马甲线女王吗 但是我这个马甲线时有时无 我得健身以后它就会出现 然后平时要吃得多一点 它又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有马甲线是一个标准 因为我跟他们两位不一样 他们都是跳舞爱运动 我是一个就是生命在于静止的人 我爱动 但是也不影响我对这个美副的追求 我非常赞同他们俩 就是真正漂亮的这个腰腹 我觉得一定是细 然后还要有肌肉 有线条 有马甲线等等等等 那你有吗 对 我虽然是瘦的 但是我其实是有小的救生圈的 全身上下 唯一一个有坠肉的地方就是腰 其实我觉得 本管是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我觉得有点肉才是美的 你太干嘛了 太瘦了 是吧 我觉得不健康 咱们过去形容女人是什么呢 叫朱元玉润 对吧 然后过去形容男人是什么呢 咱们听评书也好 看电影也好 又说什么虎背胸腰 咱们现在虽然说审美变了 咱不需要那么壮那么大 但是至少作为一个男的来说 你也得绑大腰圆 至少有点肉 我觉得那是美的 那是好看的 太干吧了 实在我接受不了 那你现在达到心中的 美副的标准了吗 我觉得正在努力 虽然说 但是肚子也不能太大 至少我有肉 我不能说是我干巴巴的 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还可以 那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美副的标准了 首先呢 对于女生来说 我们觉得是有瘦 有线条感 第二一点呢 其实周围刚才提到了 不光要瘦 同时呢 还有一定的肉 有一定的力量 那在专业的运动专家的眼中 美副的标准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来自于 北京体育大学的角尾教授 欢迎角老师 你好角老师 欢迎您 你好 角老师看起来永远是那么挺拔 那么矫健 正如您的名字一般 谢谢 那在您的心中 美副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呢 实际上一个腹部美不美 光看外形是有些片面的 而且这个观点呢 是按照大家一般公众的 一个审美观来说的 实际上呢 应该是从它的肌肉上来看 就这块肌肉达到标准没有 它能不能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有没有健康的隐患 其实呢 如果一个好的腹部 肌肉应该是够用的 而且是前后平衡的 左右也平衡 这样它就不太会得一些 疼痛啊 或者是一些病 所以刚刚周围实际上是说对了一半 虽然呢 周围认为是我们的腰腹部 多少还是要有点肉 但这个肉不能是肥肉 得是肌肉才行 那可能大家呢 对于我们腹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肌肉呢 并不是特别地了解 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腹部的这个肌肉呢 它每一块肌肉都有功能 结构是层层叠叠的 大家看这有四块这个连着的肌肉是长的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叫腹直肌 它是在最外层 把这个腹直肌如果拿掉以后 里面就是腹外鞋肌 它是从外上到鞋内 这叫腹外鞋肌 然后还有腹内鞋肌 它是这样走的 它俩是一个交叉的 是吧 它是这样走的 是腹内鞋肌 再有一个最后有一层 就是就跟我们的一个宽腰带似的 腹横肌 它是一圈的 从后头的腰椎一直到前头 到中间的腹白线这连着的 所以呢 它最里头是这么一层 然后是这样一层 再有这么一层 还有一个直的 所以呢 它实际上有这么四块肌肉 在腹部周围来围着的 这都是我们维持 这个腹部稳定的一些肌肉 那我们最值得炫耀的时候 自己拥有八块腹肌 也就是我们特别愿意炫耀的 马甲腺到底是哪几块肌肉呢 这个八块腹肌 腹直肌 中间都是有那个健滑的 这样就把这个一整块的肌肉呢 看着是有一块一块的 但是它就是一块 所以这块肌肉如果发达 然后外表又没有脂肪 就看到了这几块 八块腹肌 这个轮廓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有几块 是吧 然后在边上呢 这个腹直肌 边上大家看 又有一个它外侧边缘的 一个健滑 这儿呢 但是出来以后呢 大家觉得 哎呦 我马甲腺就出来了 对 实际上 这个马甲腺 第一个可以有 但也不要特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边上还必须接着 比较发达的腹内血肌 腹外血肌和腹横肌 如果要是这几块肌肉不发达 这儿这条沟就异常明显 实际上啊 这也不见得是 完完全全 这个非常好的标志 可能还代表边上的肌肉 这个轮廓啊 或者说它的体积啊 没有练好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 如果要是我们的腹内的肌肉 特别的充足 而且有力量的话 那我们肯定人体呢 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但如果这些肌肉的力量不足了 或者呢 是缺乏一些锻炼了 出现一些肌肉的 这些小问题了 很有可能会带来 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的隐患呢 这个确实 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外形已经看完了 觉得哎呀 这个人挺好的 然后我们一检查肌肉 肌肉有没有 因为有些人啊 是瘦而有肌肉的 嗯 有些人呢 可能这个腰围也不大 看起来也不胖 但是肌肉又很软弱 这样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有的人说腰椎 我这个地方 有点这个错位了 或者说有腰肩盘突出 这种呢 本质上的原因 都是由于一个姿势和腹部 肌肉力量 双重因素来构成的 对 所以呢 对于腹部的这一部分 光看外形还是不够的 光看姿势的异常 还不能够完全分析 我们应该怎么纠正 所以要测单块肌肉的力量 耐力 来分析到底是哪一块肌肉导致的 这样才可以有针对性的纠正 来提升局部的一个健康水平 姚老师啊 特别强调了 其实我们说 美副不光是要看外形 更重要的呢 还是要看它内在的功能 你就像一辆车一样 你即便是外观再漂亮 再华丽 但是开起来跟拖拉机一样 那也不行 对不对 关键是要看上路的状况 是啊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就要带着四位嘉宾啊 通过一些简单的测试 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腹内的肌肉情况 究竟如何 有没有真正达到美副的标准 那我们先带着大家来做 第一个测试吧 贾老师 好 先做腹桥吧 因为它是表示腹部稳定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腹部的 我的腹压要够 要能保持脊柱的稳定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 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八级腹脚的测试 怎么样来做 大家看啊 这是八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用肘和脚支撑着 四点支撑 做一分钟 然后连续不断地 把右手伸出来 三点支撑15秒 然后左手伸出去 三点支撑15秒 然后就变成 左腿和右腿了 就是四级和五级 都是15秒 第六级就是交叉的 右手加左腿 或者是左腿加右腿 变成两点支撑了 15秒 最后第八级 还回到第一个姿势 再做半分钟 那这几个动作 我们主要是测试 腹部的哪些肌肉呢 实际它测试了 我们腹部的深层小肌肉 大家看啊 第一级的时候 就是这闪烁的多裂肌 就是这个多裂肌呢 它是维持脊柱稳定 最主要的肌肉 背部的 对 就是在脊柱边上的 比较短的小肌肉 它是从鼻骨这开始 一直到颈部来结束 上下一条 两边左右都有 再加上我们的腹横肌 我们说这样走的一块肌肉 就是横着的像腰带似的 侧的是这两块肌肉 肥主的 相信对于大家来说 那已经看清楚 这个动作的标准了 关键就看测试的结果如何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测试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上一个动作 好累 没完呢 下一个动作是先 先把右手举出去 15秒 别歪 身子别歪 对 不行了 15 好 再来一个 好嘞 加油 一 二 三 四 作为锻炼是可以的 但是作为这个标准 它已经完全请完了 就是身体中心它已经这样了 就是带长的完全偏过去了 身体中心你都在这三点之外了 所以它的最终的成绩是做到几集 就三 两集吧 来 依林 气势开始 我已经开始逗了 好 你的目标达成了 完成了 一分钟 下一个动作 伸右手 什么时候 好 开始 然后干嘛 伸右手 加油 我肯定 伸右手 我肯定 伸 不 接着 哈哈哈 你 怎么 我 怎么 你 我 他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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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好的 然后 没有 没有 一个 刚才一个 不行了 起不来了 那我们马上要公布 第一轮的测试结果了 各位八级腹桥是否达标呢 丁丁只完成了两级 没有达标 依林只完成了一级 也是没有达标 云锦完成了第一级 没有达标 周围是完成了第三级 没有达标 四位都没有达标 那蒋老师 我们要做这个八级腹桥的话 需要标准地完成多少个动作 也就意味着到第几级 才能达标呢 其实这样 运动员和一般人呢 有一个不同的标准 以我的经验 因为大家最好是完成八级 运动员必须完成八级 那么对一般人来说呢 他对他腹部的要求就太高了 所以至少应该完成五级 五级才达标啊 是对一般人来说 要是运动员五级 肯定还是不行的 那咱离这标准线有点远啊 是不是 单脚都完成到五级 就是都是从四点支撑完成完整的三点支撑 没有两点支撑 因为两点支撑又太难了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如果要是没有达标的话 就说明我们刚才您提到的那几块腹部的重要的肌肉 不够了是吗 是 也就是说有可能体型好 大家一看也挺瘦的呀 然后一侧也有肌肉啊 但是它的肌肉功能不够 肌肉的耐力是不足的 维持腰部的稳定的能力也不足 像这种如果要是腹部的稳定性比较差 那么它就会对腰椎有影响 也影响骨盆 通常这个呢 腹桥呢 它是影响骨盆的向前向后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啊 这个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小腹突出 它有一个膝关节的一个过身 身体从骨盆就向前移了 我们这种就叫骨盆前移 它要怎么办呢 它有两种策略 第一个是这样或者是这样 如果这样就叫摇摆背 如果是这样请 再就成驼背带长 这样的一个异常姿势 所以它总会出现各个地方的 这个把重心调节到 中立位上的一个变情 相当于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松紧带 太松了拉不住骨盆了 所以就骨盆往前走了 对 是这样的 那久而久之的话 除了骨盆就是这个位置 它会改变之外 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义患 这个就是腰疼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腰椎的这些关节就被压住了 这个姿势是不是就压住了 所以很多我们后面的这个关节的负荷就很大 有的人就腰疼了 关键是不稳 压迫 压迫关节 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腰疼 我想问一下各位 平日里腰疼吗 丁丁你有吗 我还真特别注意了一下 每次健身一个小时左右就会腰特别疼 我感觉可能是姿势啊 或者哪里出了问题 有的时候会有腰酸 尤其在久坐之后 然后就觉得腰好酸啊 然后会带着整个后背 就觉得有一种沉重感 我疼 尤其是在生完宝宝以后 这个腰疼会加剧 所以我就会比较注意 比如坐的时候我会垫个东西 然后比如说我原来站 也是刚才脚老师说的 就是往前这种 但是现在等我生完孩子 我就会明显发现 当我这样的时候 我的腰会非常疼 所以迫使我必须要 就是腹部要有力量 然后腰是要这样直的 不能往前 往前就痛得没有办法生活 我会有腰酸难受的时候 比方说我开车开始时间长了 我把那个座椅啊 专门弄腰撑 把它撑起来 然后呢 有时候久站的时候 站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 就是得往前这么绝 要不就是往后这么来一下 要不反复就觉得站不住了 腰就特别难受 然后直接还牵扯到一个 就是后背变得难受 晚上有时候睡觉 都躺在床上都不行 哎呦 怎么躺那么别扭 这腰就像空了一样 而且酸 疼 那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 来做第二轮测试了 第二轮测试是什么呢 我们做侧桥 看我们腹部的侧方 还有骨盆侧边的稳定性 就像我们图片上的动作 肘和脚支撑 然后上面的这个脚呢 是放在前头把手举起来 这是比较标准的姿势 要求身体成一个侧板 也要很直 不能出现骨盆下塌 这个动作要维持多长时间呢 才算达标啊 一分钟 多少 一分钟 同志们 一分钟哦 好 那这个动作主要是观察 我们腹部的哪些肌肉 是不是有力量呢 这部分肌肉呢 涉及到腹部和骨盆侧方的 维持稳定的能力 和它的一个工作能力 我们侧方呢 实际上这些肌肉是 就像编织着走的 腹内斜肌 腹外斜肌 还有哪呢 就是腰方肌 臀中肌 这几块肌肉 是主要的 我们能不能维持 侧方稳定的主要肌肉 好 其实这个烤盒的肌肉 面积和区域 应该更大一些了 对 它是在侧方 就是我手啊 在侧方一闸 这样能摸到的肌肉 都在里头 贾老师 这个动作是只做单侧 还是说两侧 我们都需要来做呀 两侧都需要做 因为它是两边 都要维持稳定的 一侧强 一侧弱 那么骨盆也会有 位置上的变化 好 看谁能够到达优秀 这个水平 丁丁 准备好 3 2 1 开始 5 9 6 10 好 不算 不算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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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5 8 5 9 6 10 好 开始 60 不错 不错 来 云 请到您 好 开始 60 好 不错 不错 开始 60 好 不错 不错 刚刚你也提到了 60秒是优秀 那处在中间这个阶段 说明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这个耐力 还不完全充足 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日常活动过程之中 就会出现骨盆 一高一低 这种状态 是最容易出现的 这就是比如说 一个站立位 另一侧 就是这骨盆力量不足 就下来了 就会出现骨盆 一高一低 有这种姿势出现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它也可能会出现 骨盆一高一低 这种情况 因为两侧肌肉呢 就一个紧 一个松 一个力量充足 一个力量不足 所以骨盆就不会在 中正的位置 就会出现一侧下降 这种情况 那岂不是人就长短腿了吗 走路就会有一点 一拳一拐的吗 实际上有一部分长短腿 就像您说的 就是由于我们这儿的力量不足 而导致的 而且是不是 如果要是骨盆位置 发生偏移的话 上面的脊柱也会受到影响 就像地基歪了 然后上面的建筑 也会歪歪斜斜的 对 是 就是这骨盆呢 它是我们人体 最中间的一个位置 如果它歪了 那么腰就歪了 上头的胸也歪了 整个身体就歪的 所以你要是看 骨盆不在一条直线上 第一个 会不会有长短腿 然后我们的足根 是不是一样大 都能查出来 脊柱呢 一定要消耗 这一侧高一侧低的情况 也会出现一个脊柱侧弯的情况 那时间长的话 带来的问题 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 从头到下 那也有可能会有 各种位置的疼痛啊 对 是 因为骨盆位置一歪 那么在脊柱上头这一部分 也会一侧紧 一侧受拉 受拉的地方 经常首先疼痛 受紧的这一部分肌肉 它就是硬的 时间长了 也是扳机点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两侧都会疼痛 那么腿也一样 如果一个长短腿 对踝关节的压力 对膝关节的压力 也不一样 它也是怀关节和细关节 疼痛的一个隐患 或者是一个诱因 所以只要是中间这段 骨盆的位置 发生了倾斜的话 上面会影响到 整个的脊柱 下面还会影响到 髋关节 细关节 怀关节 等等这些重要的关系 那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 来做第三个测试了 这个是关于哪方面的测试呢 这个是有关我们的臀桥 就像图片当中 显示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臀桥 大家看 一个是背部支撑 一个是脚支撑 然后把我们中间提起来 但主要靠臀肌发力 所以这个动作叫臀桥 那这个动作主要观察的是 我们哪方面肌肉的力量 是否薄弱了 大家看臀桥 最主要的发力的肌肉 是臀大肌 所以臀大肌 应该能够把这个骨盆 托起来 并且跟背部肌肉 竖脊肌肌 和我们的大腿肌肉 就是国生肌 有一个连带的工作 这个动作就是以这三组肌肉 为主要功能表现的一个动作 可是这跟我们腹部的肌肉 好像没有关系哦 它呢是这样 我们的肌肉要平衡 前侧要有力量 后侧也要有力量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部分肌肉 要不然要是太强了 没有背部肌肉 这个人就这样了 如果他太弱了 就这样了 所以只有前侧和后侧的肌肉 处在一个均衡状态下 力量是平衡的 他的姿势才能中正 理解了 所以我们还是邀请韩云峰博士呢 先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示范 来 有请韩博士 蒋老师 我们是做双脚的 还是做单脚的呀 实际上呢 这个老年人 年龄比较大 身体比较弱的 就做双脚 如果要是年轻人 力量也比较强壮的 直接测单脚测试就行了 好 像我们今天四位嘉宾 都可以直接测单脚 好 我们辛谷韩博士 先来演示双脚的臀巧 好 现在我们仰卧在瑜伽垫上 然后呢 双腿屈膝 然后臀部发力 将自己顶起 一个 保持我们的肩宽膝 在一条直线上 然后放下 起 两个 放下 很标准 起 好 那如果要是挺起来之后 还要保持多少秒吗 就是到上头以后 略微停顿 就下来就行了 好 那再辛苦您给我们演示 一个单脚的臀巧 好 同样的开始姿势 仰卧在瑜伽垫上 双腿屈膝 然后呢 把我们的骨盆顶起 顶起之后 将我们的右腿伸直 这个时候呢 注意骨盆 不要往侧向旋转 保持在中立位 然后下 一个 两个 大家看 这个也不要太高或太低 跟另一侧是平行的 五 好的 辛苦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双脚的 做臀巧 那及格线是30个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是单脚的 每一侧是要求15个 这是及格线 好 测试开始 起 好 好 15 下一个腿 起 一个 二 加油 15 好 真的 拼了 来 10 测试开始 一个 这儿有点不标准了 做另一侧 那另外一侧 伊琳加油 好 15 好 厉害 厉害 你紧 好 一起 好 一个 二 15 好 厉害 厉害 不错 好 开始 一 慢一点 二 好 三 塌了 那就是 那你就三个吧 我是这条腿 好 这条腿 好 这条腿就没问题 对 我这个感觉是正的 这个就是正的 对 对吧 十五 我拼了 如果后侧的肌肉 臀打肌 刚才侧的臀桥吧 如果它太弱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容易出现前倾 这边大家 刚才我们侧了 很多人都是正常 但是如果一侧强弱 它就会发生两侧的 不一样的一个活动的变化 是这样 从这张图上来看 如果要是出现了 骨盆前倾的话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撅屁股 对 腰有点塌 对 然后肚子比较突出 这叫前倾的姿势 就是这种 那如果要是时间长的话 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疼痛吧 是啊 如果要是骨盆前倾 我们的腰弯就大了 所以这些人 腰部这儿就会有折叠 它就感觉到脊柱之间的压力太大 就会腰疼 现在终于理解了 刚刚我们几位嘉宾 也一直在反复地强调 自己经常会有腰疼啊 背疼啊 对 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感觉 还真的得关注一下 自己的肌肉力量了 否则话久而久之 带来的问题太多了 对 那我们今天通过三轮的测试 发现我们的肌肉力量不够强大 有可能有一些健康隐患 需要亮灯警示的 是哪位嘉宾呢 好 我们的四位嘉宾面前 都亮起了警示红灯 应该加强肌肉的锻炼了 为什么跟我们四位嘉宾 都亮起了警示红灯呢 因为我们的腹部啊 它不是一块肌肉在起作用 是一群肌肉在起作用 我们不仅要腹部强 背部也要强 侧方也要强 这样才有一个稳固的骨盆 和我们的腹部 所以呢 很遗憾四位嘉宾 都有至少一项不达标 所以就都是红灯了 这个一方面是警示 另外一方面 咱们得加强锻炼啊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增强我们腹部 腰部 甚至是臀部的肌肉力量呢 其实刚才的动作 既是测试 也是锻炼 大家就可以用刚才测试的 这个动作继续做 然后呢 直到达标为止 保持住它 那如果我们有针对性的 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动作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如果我们有针对性的 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动作呢 那我们就请运动康复师 韩云峰博士 来给我们做 这个相关的纠正动作 好 欢迎韩博士 我们做的这第一个动作 主要是针对 哪方面肌肉力量 比较薄弱的呢 第一个动作呢 主要是针对 我们的第一个侧视 比较弱的 也就是主要针对 我们前侧的肌肉 它的名字叫做 王虫视 我们下面先来演示一下 王虫视 仰卧 屈膝屈宽 两侧手臂垂直于地面 然后对侧的手脚 向远侧延伸 然后回到原位 在这个过程中呢 保持自己的腰部稳定 不要拱起 感觉您的躯干是非常非常地稳定的 好 看起来比较简单吧 应该没有太大点不容易 学一下 好 我们首先屈膝屈宽 屈宽90度 屈膝90度 双膝不要靠近 双膝轻轻打开 然后手臂垂直于地面 然后右手和左脚 往远处延伸 不错 非常好 然后回来 对 然后左手右脚 对 保持左腿不动 交替进行 每次只动 一只手和一只脚 对 我们练习的时候 要做多少个呢 我们交替一次 为一次的话 一共做十次 十次就可以了 对 然后做三组 好 掌握了吗 丁丁 好 依林 我觉得这个动作回家之后 还要好好地练习一下 好的 辛苦了 请先回到座位 谢谢 谢谢老师 韩老师教给大家的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 第二个动作呢 是侧桥 一个简单版的侧桥 主要针对我们 第二个测试 好像云井第二个测试 没有达标 来吧 没有优秀 好 我先来演示一下 好 我们侧卧 用肘支撑 然后呢 屈膝屈宽 这是初始姿势 保持脊柱的中立 下一步呢 我们要把骨盆顶起 这就是我们这个动作 同样保持 十个一组 动作要点就是 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先想着 是我们的骨盆先动 要先把骨盆 往上顶起来 同时往前送 你会感觉到 我们侧面的臀部 和后面的臀部发力 好 你也来学习一下吧 对 这是刚才那个动作的 一个剪辑吧 是的 对吧 降低一些它的难度 但我觉得我依旧不可以 好 我们肘撑 屈膝屈宽 这时候呢 首先摆好脊柱 不要塌下去 先来 先把侧腹收紧 这个时候 把骨盆顶起 起 往前送 对 然后回来 你感觉到 是自己的臀部的 侧面和后面在发力 对 回来 继续 有难度吗 您解释 我觉得我都 第四个开始 已经不太稳了 是 然后我们要保持头部 跟我们躯盖 是这样 一条直线 对 非常好 这要做多少个呢 每次 也是十个一组 做三组 好 你觉得哪是最酸的 酸 就是腹部这个地方 包括 对 从侧方开始到 腹部这个地方 然后后腰的 也是这一块 偏这一块 都是比较酸胀的感觉 这个就是用对了吗 是 我们的侧腹 然后臀部的侧面 和臀部的后面 对 好 那刚刚您提到了 我们最好是每次做十个 然后每天能做三组 是比较理想的 是的 那第三个动作 应该是针对我们第三个测试 没有做得特别合格 和特别标准的朋友的咯 是的 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后侧的肌肉 那周围肯定得轮到你了 你这个就做了三个 另外一零好像也没有达标 那两位到台前来学习一下 我们现在看韩老师 做一个标准的动作 好来 我来先来演示一下 这个动作的名字呢 叫做鸟狗式 我们叫四点支撑 然后保持呢 我们的肩90度 宽90度 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 还是对侧的手脚 同时向远方延伸 回到原位 腿要完全伸直吗 伸直点好 对 再伸直 动作的要点 就是在我们手腿伸直的过程中 一定要保证腰部的中立位 我做一个错误的动作示范 塌了 塌腰了 主要就是防止这一个错误 好 腰部一定要稳定 腰部要用力 把它平住 它腰也要用力 但是腰这时候的用力的目的 是维持腰部的稳定 而不是变形 明白 来吧 两位 感受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还真的是针对我的 我就是可能会塌腰 首先我们还是注意起始姿势 肩关节90度 宽关节90度 对 我们的手臂和大腿 都是要垂直于地面的 再往前一点 对 好 非常好 头部呢 好 眼睛呢 要往下看 不要往前看 往前看 我们的颈椎就伸展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先保持我们腰部的稳定 你可以用这个轻轻收腹的方式 维持稳定 在这个基础上 把我们对侧的手脚伸出去 非常好 慢慢回来 保持稳定 一个是腰不要晃 第二呢 腰不要弯 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 要注意一点 腰弯了 腰有点弯了 对 保持住 收住腹 非常好 回来 收住腹 走 不错 加油 保持住 好 腰部的稳定 周围 你感觉到哪个地方的肌肉 开始酸了 我现在觉得哪都酸 你太缺乏锻炼了呀 周围 平常有的光跑步了 不做这个肌肉力量训练 对 很少做肌肉训练 你觉得他做的标准吗 哈老师 做的不错 稍微呢 有一些骨盆的倾斜 你调整一下 对 好 我们 首先我们把腰往下 把腰往下塌一下 我女士不用啊 女士塌的已经比较多了 我们男士 对 稍微往下 对 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对 保持稳定 好 回来 对 慢慢回 这每天要做多少个呢 同样 我们也是十个一组 连续三组 单侧就算一个吗 我们双侧做一遍 算一个 好的 辛苦了两位 回家我们再慢慢练习 好 谢谢 非常感谢韩老师 辛苦您了 所以您看啊 今天我们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腹部肌肉力量 不够强大的时候呢 不光是可以让我们的形态 看起来没有那么美观 更重要的是 有可能会引发各个关节 各个不同的部位 出现疼痛 那这个时候呢 麻烦就大了 所以您一定要勤加锻炼 让我们的肌肉力量 更加地强大 保护我们的身体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韩老师今天的介绍 谢谢 辛苦大家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